此前一天,刚刚迎来今年入冬最强降雪的吉林长春,11月18号气温骤降。 当天,在接近零下10摄氏度的湿外,大熊猫沐云并未表现出不适应,反而在雪地里启动了撒花模式,蒙泰百出。 2018年8月,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燕基地的两只雌性大熊猫初心和沐云飞抵长春, 在吉林省东北虎原熊猫馆岸家,成为中国首队高纬度地区长期饲养的亚成体大熊猫。 今年是初心和沐云在东北度过的第二个寒冬,他们已经完全有资格称得上是一对东北大熊猫了。 饲养员表示,这两只大熊猫在当地生活得很好,那么这两只大熊猫是如何在寒冷的东北猫冬的呢? 记者在吉林省东北虎原熊猫馆了解到,共两只大熊猫生活的熊猫馆总占地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分为室内馆和室外活动场。 烧锅炉还有那个空调,为它就是温度达到那个它理想的状态。 然后其次也是这个大熊猫本身也不太那么怕冷。 当天虽然气温较低,但沐云还是到室外锻炼了一下筋骨。 在室外活动场,沐云来回踱步,细雪,寒台可居。 据饲养员介绍,只要气温适宜,大熊猫每天可以在室外活动一个小时左右。 昨天气温骤降,我们也会也做了一些措施,就是不会让它一下子就把它放在室外活动, 因为那样温度一下下降特别快,容易让它感冒啊这些,我们会逐步地让它适应。 场地里,饲养员摆放好了沐云爱吃的竹笋,活动完毕的沐云瞄转吃播模式,坐在地上大快朵翼。 饲养员介绍,在寒冷的冬季也要严格保障好大熊猫的饮食, 基本每隔四至五天就会从四川空运过来一批新鲜的竹笋。 这些竹笋平时被保存在冷库里,供两只大熊猫日常使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